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今天Cream Finance bring in了一个新的feature 我刚刚看到,然后迫不及待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feature给大家带来非常实质性的一个优惠吧 或者实惠吧,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 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我长期的粉丝的话 大家也知道,我对Cream Finance首先是我们宝岛台湾的一个项目 对吧,金主是黄历城 这个项目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也买过很多的Cream在此之前 虽然现在已经走了 但是Cream在前期暴跌之中,抗跌能力非常的强 几乎没怎么跌,今天还是160 对吧,我们之前早期的话从最高180一直买到100 然后到160之前都走掉了 但今天还是160,非常的坚挺 那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说Cream Project的重点 如果不知道Cream的大兄弟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早期的视频 做过了非常多期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Cream首先给DeFi世界带来的一个新的feature 在20小时之前对吧,叫做Boosted Savings with Automated Validator Delegation 这个是非常容易用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在Cream是一个借贷平台 像我这边我差不多把我手上有的BNB都基本上平时都放在Cream 有128个BNB对吧,放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可以获得 Supply APY不高,4.41% 但是它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APY,叫做Distribution APY 那这个是给你10.24%,那就是说你现在加起来差不多15%左右的一个年化 那这个10.24%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就是这篇文章他所说的,他会把你们借贷进去的BNB 自动的去做他们的node的validator 我们之后知道,他在这边说的how it works Cream is a validator on Binance Chain 注意这边是Binance Chain,我们知道Binance有两个Chain 对吧,一个是Binance Chain,一个是Binance Smart Chain Binance Chain是一个早期的供电,并不是那样的火爆 但是还是在不断的坚持在做 在这个Binance Chain里面呢,你也需要质押BNB才能够变成验证节点 然后这个验证节点呢,Normally呢可以赚10%到20%的APY 只要你成为验证节点 所以说呢,这个Cream呢将会用你的BNB去放到这个验证节点里面 Cream做的一个好处是在哪里呢,可以看这里 一般性你做一个验证节点呢 你把BNB staking进去之后呢,你将会有一个7天的锁仓 对吧,7天的锁仓 但是Cream呢,它有一套算法可以帮助大家 它应该是均衡的去做validate 就把你的BNB质押到那个这边写错吧 应该是Binance Chain的validator,对吧 它应该是做一个轮循,所以说呢,对我们用户来说呢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考虑7天的锁仓期 就是你随时放进去之后,你可以随时把它取出来 比如说我可以withdraw,对吧,我可以随时的取出来 但是它在内部呢,会把你的BNB,可能是一部分的BNB 或者是它轮循,对吧 就100%除以7嘛 14点几的BNB,对吧 压,第二天另外14%再去压 那就可以导致,大家平均可以把你的BNB随时抽走 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对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傻瓜式的 你主要还是做 你只要做的就是,还是click BNB,对吧 on supply assets 就是点这边 当你点BNB,当你选supply,把你的BNB 我钱包里面还1.56个 可以把0.78个supply进去,对吧 这只要你做这点就可以了 跟之前一模一样 但它在内部呢 它就会给你一个distribution API 这边42%有点夸张了,这个截图 好 然后呢,你要如何去claim claiming the validator reward呢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你怎么样claim的时候呢 你要去这边,portfolio 好吧,portfolio 在portfolio,因为是刚刚开始我还没有 未来时间长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会给你有一个BNB去claim 以BNB的形式payout给你 你可以选择claim all 那现在我是没有嘛 就所以payout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是claim的中式用户的 解很多东西 对,它这边写的对吧 claim all 可以看一下 它会说这边有多少amount的BNB 你可以去claim它 对吧,claim它 好,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技术细节的话 你可以看这篇文章的 Cross-Chain Delegation on Binance Smart Chain We had two goals in mind how to increase the value and yield for our users 对吧,那就是你把BNB制压进去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yield how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BNB delegated to our validator node 他们这个validator node也是要互相竞争的 对吧,你就排名前多少你才能够成为验证节点 所以有更多的BNB去质押在它的validator node 对它们是有好处的 对吧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是一个双赢的直面 非常小的feature 但是我感觉 对我们平时的用户呢 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还是平时放在BNB 你可以获得额外的10%的收益 对吧 好,那就就是creenfinance一个非常小的update 他说是业内首创的 叫做什么 announced a first for the DeFi industry 业内首创 未来肯定会有很多人效仿 肯定会有很多人效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未来除了 现在是在他就在Binance Marching上有 未来可能在Polygon 对吧 在Phantom这些能做验证节点的地方 他都可以去做这些操作 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视频 我们讲一下creenfinance的一个小的新的feature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这边是币圈老酒菜 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